火力搜问老师的问题是有关亚磷酸胶 亚磷酸胶跟磷酸二氢胶 磷酸二氢胶 噴在的胸 算是噴胸的肥皿 就是页面施肥 对由米糙期、中期 还有后期是不是真的有法煞粉 让它比较壮大 包括它的肌肌是不是可以比较粗 可以修正开花 米粘的比较不完 水比较大 西式的比例 因为它问一个荣油店头 它们说它们不会听过 连算河水过后 如果天气变好天 要它噴什么东西对由米的比较有帮助 因为现在呢 还有一个由米可能是在那里 让它们继续这个 所以呢 它现在有去产生摆水 像是大楼去土里面 台湾是够我们的胸 应该是说 对 膝盖 到我们的胸部这么深 是沙子土壤 来 这个亚磷酸甲 亚磷酸甲 因为它有在水底的时候 它当然就会产生亚磷酸 亚磷酸作物的有效来吸收 吸收后 到他们的胸部参生到一个对抗 这会去引发到他作物的去对抗疫病 对抗乳菌病 这种一些真菌性病害 有一定的一个控性 所以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说 你把它噴下去到它可以参生 这个有控性的这个中间 你把它噴下去到它可以参生 这个有控性的这个中间 一般来说大概七到十五天 就是说你噴下去七天以后 最快七天 再来差不多也要十五天 那么这个 依靠这个效果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合朋友 一定要稍微了解到 就是说 不是你 不是你把他水噴下去 所以他并没有煞困的这个 这个能力 这个是没有杀菌的能力 但是 他最大的借借作用 最大的作用就是 诱导植物产生抗病 他的这个目的就是 因法作物三性控肺性 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东西没有杀菌的能力 所以 这个当然是不能杀菌 所以我们对这个范乳来说 我们可能 例如说你如果噴下去 他就是差不多几天以后 但是他如果是丢病 你才来噴 当然是没有什么效果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也算是一种 这个磷钾肥 这个磷酸二氢钾 磷酸二氢钾 他另外一个这个说法就是 叫做磷酸一氢 磷酸一氢 那么这个 我们在台湾 我们一般来说的 通常我们叫做 磷酸 磷酸钾 这一般我们在说 还是叫做高磷钾 那么在这个 这个学术上 通常 那么我们的说 这个东西就是磷酸一氢 在台湾的公泛 这个磷酸二氢钾 两个氢 就是一个财 这个磷酸二氢钾 那么这个东西 这也是一个反正 这是比较大陆的一个公环 大陆人说这个磷酸荷青 这大家知道就好了 那么所以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讲法上的不同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磷酸钾 因为这个磷酸根 磷酸根是PO4带三个附电 这是磷酸 磷酸根 带三个附电 这带三个附电 所以你要附电好平衡的时候 如果两个青 两个青根 担一个夹 是不是 两核再加一个三核就平衡了 所以叫做磷酸 二青 两个青 一个夹 还是磷酸青二夹 磷酸青二夹是什么 青就是一个青 两个夹 就是说有三个配位 这三个配位是用两个青去配它 还是用两个青一个夹去配 还是一个青两个夹去配 因为它们都带一个正电 那么你这样起来就是一个 这个稳定的结构 通常是这样 那么在做磷酸一夹 可以用磷酸二夹 因为磷酸二夹 它两个夹它减性就很高 所以这碰到面就很危险 所以有的人会说我这两个夹 这个某国立大学 曾经有闹过这样的一个笑话 还是国立大学 其实好朋友知道 那个学校就是我母校 我母校有一些人 也不是他不是很专业 那么和大家说磷酸二夹 这个二夹比一个某更好 这不可以这样比 你看用在什么地方 用料丢就好 用料不会丢 有可能磷酸二夹 你减性 你如果晾到面 就很容易去上去 但是你要用磷酸二夹 你拿来钓这个 钓营养液 因为我要吃油管 我可以用 要把 蛤拉很高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磷酸二氢夾去調 去調這個營養液 但是這個營養液裡面 比較容易産生這個鹼性的存在 那麼你必須要 再來考慮到這種 可能要去微調 再用其他用磷酸 用什麼東西去調整 所以這個有時候要去調整 這是體外化 但是這個不要搞混 磷酸二氢夾就是兩個氢一個夾 所以其實就是磷酸一夾 在我們台灣我們 氢我們就去沒有去講他 所以我們通常聽到就是磷酸 磷酸一夾一個夾 磷酸夾兩個夾 我們一般是把氢我們就沒有去講 這是台灣的公反 所以你說用磷酸夾 磷酸夾本身是誘導植物產生抗病 但是他也是會 這個 他也是有一個作用 所以他因為他還是有夾 他有這個夾 那當然就是 你在應用的這個 這個檔中 這個通常 他只有是誘導產生抗病 所以這兩行你給他配作會 其實就是高磷夾 這個磷跟夾都很高 這是不是對著這個 你如果是說磷酸夾 這噴料會比較粗基的 這個當然是有可能 因為大家把這個磷的 他很神化 所以你有可能會覺得 這個好像是有這樣的一個作用 但是你如果是 營養很均衡的時候 你把它噴這個東西 能有什麼差嗎 沒什麼差 但是真的 我們種很多人吃肥 尤其讓他們吃離子的 這個磷酸他剛好磷到要開肥腥 然後 甲離子的這個磷酸 你還沒適當去補這個磷 有可能 它磷比較不夠 這個凸間 就是那個磷酸 也塑粉比較不完整 所以這通常是這樣 一般來說 這個雅磷酸 雅磷酸在用的時候 我們一般來說是一千杯 你這個磷酸一吃 磷酸一吃正常 我們可以用到500杯 但是你不能把這兩行說 都用這個磷酸 你兩個在用的時候 最好都是 最濃的就是這個 一千杯一千杯 因為這樣騎了500杯 這個量已經很高了 這有時候 一些比較淨的這個磷酸 其實它是 它是站不住的 我們聽說明明知道的 這有時候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基本上 那麼它有這種情形 所以在稀釋的這個部分來說 那麼可以用 各一千倍 一千杯一千杯 來做這個協議 比如說來贏 這個東西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麼在這方面來說 比如說你就可以了 你會覺得我用什麼東西 用什麼東西 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對 對這個販賣 其實呢 修仙就是說 不要讓它堵掉 第一就是先排水 反正販賣呢 其實它很容易回回來 比如說 它現在倒下去 倒下去 讓它滑 最重要的就是說 不能去幫它 賞賣 不要給它太多的這個刺激 貸賣就是說 你已經有水 已經有排掉了 金已經有了得比較正常了 不然來說 盡量就是說 有些去幫它控制 這個不要讓它有 賣說文庫賓 還是說這個漏粉 收賓 所以我們通常會去跟它 噴一點像這個 這個 塞浦富泰寧 還是富泰芬 還是這個 帶埔克利 帶埔的這個東西 那麼 一種 讓它稍微去噴一下 或是甚至 這個 做一個簡單的解析處理 尤其 大生粉 這也有人在用 還是說 我們以後這個文庫賓 文庫賓 這個藝術 因為翻賣 這個田玉米 我們可以用的這個藝術 最多的這個藝術 改成它都不會到賓 所以這個田玉米的一個 這種 它的房子用藥 事實上它是很少的 這個藝術很少 你可以用的藝術 要打熱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富泰芬 這個帶埔克利 大概是這個 藝術的 以我來說 這兩項 你可以選一項 不要用太多 大概是這個藝術 稍微配合來做一個 這個處理盤 是像這個 這個有的去用 那麼稍微噴一下 這個他比較不會到賓 大概是只有這樣 這最主要是這樣的 一個處理方式 我是建議說 你可以用這個細片 那麼他比較不容易生病 那麼如果是喝醃料 喝醃料 最重要就是這個白水 這個白水起來 那麼你 他流的比較大鬆 那麼你可以去噴一些像這個玉米素 這種 你可以配合這個病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是落醃料 他比較精心 他的肥料也會流失一部分 那一般你如果是說 要用這個 亞磷酸夾 或是這個磷酸一夾 那就控制一下倍數 大概這樣來用 那麼這應該也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你如果說要靠這個亞磷酸 來幫他這個殺菌 他是不會的 他是增加 他做的一個抗病性 就是說他可以 增加對著一些收斑 還是說落困 這種的一個控性 大概是這樣 如果沒中斑你噴一下 首先做乙虹 那當然是可以 我個人是說 會建議你用這個細片 細片的 那麼這個會比較更好一點點 那麼這是我個人一個小小的一個建議